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林兄弟 你是为了李前顺而来的 但实话跟你说 我一直在犹豫 这些人我到底是卖给李家 还是梁家 还是有需要的其他人 宁先生 林护仙开口道 这是在威胁我吗 他目光冷然 颇有大义凛然 绝不受人威胁的姿态 当然是啊 不威胁你 我谈什么声音 你当我师舟做善事的 宁义看了他一眼 语气平淡 然后继续回归到话题上 如我之前所说 我拿下严州 人你们又没杀光 现在这附近的地盘上 三万多将近四万的人 用个形象点的说法 这是四万张吃人的嘴 归不保他们 他们就要来吃我 宁义冷冷地笑了笑 哼 你当我为什么给穷人粮 不给富人 锦上添花 何如雪中送炭 我把粮给了富人 他们觉得是应该的 给穷人 那是救了他们一命 林兄弟 你以为上了战场 穷人能拼命 还是富人能拼命 西北缺粮的事情 到今年秋天结束 要是解决不了 我就要联合蛇家 崇家 带着他们过恒山 到盈川去吃你们 林后轩眉头紧簇 豁然站了起来 宁先生 你们在董治园上打的那一仗 是了不起 然而大战之后 你们还有多少人 你若觉得这样一来 我西夏就怕了你 那你就试试 杀过恒山来 怕不怕 打不打得过是一回事 能不能带着他们过恒山 是另一回事 不说初来的华夏军 我在李良还有个两万多人的寨子 再多一万的人吗 我是拉得出来的 宁义的表情也同样冰冷 我是做生意的 希望和平 但如果没有路走 我就只能杀出一条路来 这条路 鱼死亡坡 但冬天一到 我一定会走 我是怎么练兵的 你看看华夏军就行了 这三五万人我保证都管够 蛇家 虫家也一定很愿意落井下石 房间里沉默下来 过得片刻 局势就是这么麻烦 这是一条路 但当然 我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宁义平静地开口 然后顿了顿 720人我可以给你 让你们用来平定国内的局势 我也可以卖给其他人 让其他人来捣你们的台 当然 若如你所说 你们不受威胁 你们不要这700多人 其他人拿了这700多人 也绝对不会与你们为难 那我就立刻砍光他们的脑袋 让你们这些团结的膝下 过幸福日子去 接下来 我们到冬天 大干一场就行了 只要死的人够多 我们的粮食问题就都能解决 林后轩沉默了半声 我只是个传话的人 无权点头 你 我传你母亲 陡然间 一声爆喝犹如雷霆 带着威严的气息炸响在房间里 林后轩这也算是打太极拳 欲先做个伏笔 自真聚拙地开口 然而话才说到这里 他已经见到对面的书舍目光一立 冰冷的杀气扑面而来 那宁义在爆喝之中 操起了一样东西挥了出去 这一瞬间 林后轩只觉得耳边一寒 沉重的铜箱炉从他的左脸飞了过去 轰然一声巨响砸碎了后方墙角的柜子 顺刻间 纸片 灰尘飞舞 目屑飞剑 林后轩愣愣地缩着头 他根本没有料到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会引来这样的后果 门外已经有人冲进来 但随即听到宁义的话 出去 这片刻间 林后轩感受到的 几乎是比金蓝天 禁剑李前顺更为巨大的威严和压迫感 一来一回 要死几十万人的事情 你在这里当成儿戏 啰啰嗦嗦 唧唧歪歪 只是个传话的人 你又在我面前说几遍 李前顺派你来 若真只是个传话 派你来 还是派条狗来 有什么不同 我写封信让他丢着回去 你膝下措儿小国 彼之武朝如何 我第一次见周折 把他当狗一样宰了 董志员李前顺跑慢点 他的人头现在被我当囚体 林大人 你是西夏国士 肩负一国兴衰重振 所以李前顺派你过来 你再在我面前装死狗 是你我双方人民生死于不顾 我立刻就叫人堕碎了你 这话语中 宁义的身影在书桌后缓缓坐了下来 林后轩脸色苍白如指 随后深呼吸了两次 缓缓拱手 是 是后轩草率了 然则 他定了下心神 却不敢再去看对方的眼神 然则 我国此次出动大军 亦是劳民伤财 如今粮食也不宽余 要赎回这七百二十人 宁先生总不至于让我们担下延州乃至西北所有人的吃喝吧 我既然肯叫你们过来 自然是有可以谈的地方 具体的条件 装装剑剑的 我早已准备好了一份 宁义打开桌子 将一叠厚厚的文稿抽了出来 想要赎人按照你们不足的规矩 东西肯定是要给的 那是第一批 粮食 金银 该要的我都要 我让你们过眼前的关 你们也要让我先过这道坎 然后有你们的好处 宁义话语不停 双方一手交人一手交货 然后我们双方的粮食问题 我自然要想办法解决 你们党项各个部族 为什么要打仗 无非就是要各种好东西 如今西北是没得打了 你们皇帝根基不稳 赎回这七百多人就能稳下来 不过杯水车薪而已 没有关系 我有路走 你们跟我们合作做生意 我们打通吐蕃 大理 金国乃至五朝的市场 你们想要什么 书 技术 丝绸瓷器 茶叶 难免有的当初是禁运 现在我替你们弄 你们膝下有什么 你们的青盐 物美价廉 当初五朝不跟你们做盐的生意 现在我替你们卖 每年卖多少 按照什么价格都可以谈 吃的不够 总有够的 跟土拨 大理 金国买吗 老实说 做生意 你们不多 年年被人欺负 当初辽国怎么样 逼得五朝每年上贡 碎币 一转头 五朝把所有的钱都能赚回来 你们现在打不了了 我们连少 你们国内跟谁关系好 运回好东西优先他们 他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的 我们帮忙卖 只要做起来 你们不就稳定了吗 我可以跟你保证 跟你们关系好的 家家户户 零罗绸缎 真玩无数 要闹事的 我让他们睡觉都没有棉被 这些大体事项 该如何去做 我都写在里面 你可以看看 不必担心 我是空口说白话 然后 你可以拿回去 交给李前水 宁毅将东西扔给他 林后轩听到后来 目光渐渐亮起来 他低头拿着那定好的文稿看 耳听得 宁毅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但事先 你们也得表现出你们的诚意 林后轩抬起头 目光疑惑 宁毅从书桌后面出来了 交人使 先把沁州还给我 林后轩皱了眉头 想要说话 宁毅手一挥 从房间里出去了 这个没得谈 沁州现在就是鸡肋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你们拿着干嘛 回去跟李前顺聊 人后是战是合 你们选 我都接 应天 新皇的登基仪式才过去不久 原本作为武朝陪都的这座古城里 一切都显得热闹非凡 难来北往的车马 商里云集 因为新皇上位的原因 这个秋天 应天府又将有新的科举举行 文师舞者们的聚集 一时间也使得这座古老的城市 人满为患 过去的数十年里 武朝曾一度因为商业的发达 而显得朝气蓬勃 辽国内乱之后 察觉到这天下可能将有机会 武朝的投机者们也一度的激昂起来 认为可能已经到中兴的关键时刻 然而随着金国的崛起 战阵上刀枪剑红的搏杀 人们才发现 失去锐气的武朝军队 已经跟不上这时代的步伐 金国两度南京后的现在 新朝廷 建宿 虽然在应天再度成立 然而在这武朝前方的路 殿下却已举步回歼 活之江王出妖孽 沧海横流显英雄 康王登基改元建朔之后 先前改朝时的那种 不管什么人都一起 风发地涌过来 求功名的场面 已不复见 原本在朝堂上 叱咤的一些大家族中 良有不及的子弟 这一次已经大大减少 当然 会在此时来到应天的 自然多是胸怀自信之辈 然而 在过来这里之前 人们也大多想过了 这异形的目的 那是为了 晚狂澜于祭道 对于其中的艰难 不说感同身受 至少也都过过脑子 而除了这些人 往日里因为仕途不顺 又获着各种原因 隐居山野的部分隐士大儒 此时也已经被请动出山 为了应付这数百年 未有之大敌出谋划策 国家遇事危亡 爱国情绪也是遇盛 而经历了前两次的打击 这一次的朝堂 至少看起来 也终于带了一些 真正属于大国的 成鬼和底蕴 城东一处新建的别叶里 气氛烧显安静 秋日的暖风 从院风里吹过去 带动了黄叶的飘落 院落中间的房间里 一场秘密的会见 正至于尾声 此时 在房间下手坐着的 是一名身穿轻衣的年轻人 他看来二十五六岁 样貌端方正气 身材匀称 虽不显得魁梧 但目光身形都显得有力量 他并拢双腿 双手按在膝盖上 正经微作 一动不动的身形 显出了他微微的紧张 这位年轻人名叫岳飞 宁鹏曲 显然他在心前并未料到 如今会有这样的一次碰面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 第七百二十三集 听众朋友们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聚武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